大家好 这个题目 设N为正整数 是利用1加x括号n次方的导函数为 n乘以1加x括号的n减一次方 证明对于任意 x大于等于负1 这不等式1加x括号n次方 是大于等于1加n乘以x 这很成立 首先我们令这f of x 这等于1加x括号的n次方 减1加n乘以x 那么x是大于等于负1 这时候我们求f' of x 那么这等于这是n乘以1加x括号的n次方 然后这是减n 那么当f' of x等于0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 这1加x括号n次方要等于1 所以呢我们算出x是等于0 那么因为x等于0 这里呢我们做这个表 当x等于0的时候 f of x是等于0 那么x如果是大于负1小于0 在这个范围内 那么这时候 1加x括号n次方 这会小于1 所以呢我们会得到 这f' of x 这是负的 因此这负的话 那么f of x呢 会是d减函数 那么当x是大于0的时候 这时候 1加x括号n次方 是大于1的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时候f' of x 是正的 所以呢f' of x 是正的 代表f of x 是递增函数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判定 当x等于0的时候 f of x 有最小值 这f of 0 所以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判定 这f of 0 为 最小值 那么既然f of 0 为最小值 代表这f of x 是横大于等于 f of 0的 那么也就是 f of x 是横大于等于 0的 好 因为f of 0是0 因此呢 f of x 横大于等于0 那么我们f of x 是做这样的假设 所以呢这时候得 1加x 括号n四方 减 这1加n 乘以x 是大于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 这1加x 括号n四方 是横大于等于 1加nx 这个不等式 2加nx 1加nx 对 任 塝 换 的话 都